约1万到1万3千名的士兵 比美国先前的预估少了很多 残破的村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俄军在废弃破败的建筑之间高举枪之警戒 这是欧罗斯国营电视台释出的画面 俄军正在扫荡卢干斯克这座村庄里的残余敌军 除了俄军巡逻就连莫斯科市长都亲自来到鲁干斯克 巡视俄军在当地建立防御公事 乌克兰在巴赫姆特的野战医院涌入大量伤患 有士兵表示自己前去前线送过补给 差点遭到炮弹击中 乌军地区的卢干斯克跟盾内刺克 已经是乌克兰境内为数不多的激战区 因为乌军的最新情报显示 俄军似乎准备依循赫尔松模式 从扎波罗热地区撤离平民 乌克兰总统顾问也公布最新的死伤数字 乌克兰方面评估从二月开战以来 已经有大约一万到一万三千名乌军 在战场上丧命 比先前美国评估的战损还要少了许多 TVB的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而乌克兰东部四周在十月被俄罗斯兼并之后 至今仍是争议不断 最新消息是普京将会在适当时机来进行造访 详情请记者佳琪告诉我们 乌克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九个月的时间了 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因为这时间拉长 而让他们的攻势变得比较弱一点 最新消息指出叫俄罗斯总统普京 可能会去访问乌东的占领区域 克林姆林宫也证习了这样的消息 我们大家看到的是这四个区域 其实就包括了俄罗斯自称 他们已经握有了盾内刺客 卢干斯克 甚至是扎波罗热 以及南部大城赫尔松的主权 那么当然当时是说 号称有公投通过 在10月5号也正式签署并吞文件 不过在国际上 大家都认为这公投不具正当性 而现在普京在这九个多月的战事 过后又说 他可能要到乌东的占领区 这边来看一看 克林姆林宫也说了 的确会在适当时机 访问乌东占领区 因为他是属于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 自己的总统去看看 自己的土地有什么不对 但是俄军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控制一个地方 如果这个时候普京再去 难道不怕把总统推上火线吗 而欧盟和G7的成员拍板同意 限制俄罗斯原油出口上限 每桶60美元 克林姆林宫还有乌克兰 有什么最新回应呢 继续交给佳琪 为了要对俄罗斯做出制裁举动 现在西方国家 他们订定了俄罗斯的油价上限 但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确认为 这样的动作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原来就是这个G7工业国 还有欧盟国家以及澳洲 他们自己达成了协议 说俄罗斯的油价煤桶 是60元美元为上限 那么欧盟将对俄罗斯的原油 海运实施禁运行动 不过这样的行动 俄罗斯他们接受吗 我们可以但看到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说了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 这样还设定什么价格上限 还分析这样的举动说 如果禁运的话 俄罗斯的原油 这样欧盟进口量 大约是三分之二 那么算一算 恐怕损失数十亿的欧元 俄罗斯当然是不会接受了 但是看在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眼里也觉得 你这么做 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认为 俄油价格的上限不严重 根本是软弱的表现 跟只占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认为西方国家 是不是只帮自己着想 他说应该动用更强力的工具 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看起来 这泽伦斯基还是希望 这些西方国家 硬起来当乌克兰的后盾 西方国家再联手 瞄准第二大原油出口国 俄罗斯拍板定案 祭出油价上限 阻止能源价格持续窜身 各国想借此断了 俄罗斯蓄战的经济来源 目的要逼普京松口停火谈判 但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培斯科夫放话 拒绝接受控制石油价格 美国高阶外交官 访问基辅话说得更是严厉 认为普京种种行径 根本不愿意和谈 乌克兰则认为 最新制裁力道太弱 由西克里姆林公至今不承认 与乌克兰战争部份实力 还宣称普京近期将亲自到访乌东 无意停战 指正礼礼 英国国防部推特军情分析 俄罗斯往北往南战术 可能围攻盾内刺客巴赫姆特 届时周围临近地区恐陷入另一波急战 TVB的新闻做不到 来看到英国知名的艺术家班克希 他在乌克兰战火波及的废墟来涂鸦 不过却有人试图偷走 幸好当下就被呆了 乌克兰饱受战火的摧残 在不少的城市都因为战火被轰得断圆残壁 不过现在有英国的涂鸦大师就来到了战区 希望透过自己的话 能够带给乌克兰民众一些力量 那么他就是英国街头涂鸦大师班克希 他在这些团人城壁之中 是像坐着像这样子洗澡的老人 甚至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孩 当然无非就是希望在这个战火的摧残之下 还能给乌克兰民众一些艺术带来的力量 而他的作品其实都是以数以百万美元计 所以是相当值钱的 而且现在要在战区出现 大家都认为格外有意义 不过现在在乌克兰竟然出现了 有人直接把这个壁画给刮下来 难道是要拿去卖吗 这基地府的州长就讲到了 有一群人试图把他的画 直接从墙壁上把它切割下来 他们把这些切割下来之后 不知道是要拿去卖还是拿去哪里放着 而这群人甚至有人直接被带个镇着 壁画也已经收回交由警方保管 他们强调这些涂鸦 对于乌克兰民众来讲 精神上是有很大的鼓励 所以现在基辅当然要尽全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